10月4日大约有50名维吾尔族人在密尼黑举行抗议德国企业赞助2022年北京冬奥会 群众认为中国严重侵犯人权甚至指责北京对少数民族进行种族灭绝 欧洲东突厥斯坦协会领导阿斯加·战在安表示 一个压迫人权并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国家不应获得举办奥运会的权利 凯先生蹲挫安联和西门子等国际公司不要支持中国 因为如果他们这样做了 他们暗中表明西方公司一直在推动中国政府的行为 尽管西方和联合国委员会报告称 至少有100万穆斯林被关押在集中营 但中国一再否认对新疆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指控 据路透社报道 安联公司发言人当时在抗议现场 但拒绝置评 中国湖北省可能在新冠爆发前几个月 就购买了大量PCR检测试剂 澳大利亚互联网安全公司2.0最近发布的信息 具体2019年湖北购买PCR检测试剂盒的资金 约为6740万元人民币及1050万美元 是2018年的两倍 此次收购从5月开始 一个澳大利亚公司从一个专门跟踪中国订单的网站上 收集和分析数据 分析团队包括来自美国 英国 阿德利亚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前情报官员 PCR仪器的作用远大于测试新冠病毒 但是为何中国进口的货物突然增加 为什么要分配到湖北省呢 所有这些问题都引起了人们的怀疑 10月3日中国西北部甘肃省下了清盆带雨 部分地区引发了山体滑坡 摧毁了房屋并切断了许多路线 令裁区的一个村庄 周日晚上的山体滑坡影响了470人的172个家庭 期间房屋倒塌 地方政府迅速疏散了人们 幸运的是没有人远伤亡报告 同时在清阳市 周日下午的山体滑坡也切断了一条山路 岩石撞上了一辆载有4名乘客的汽车 幸运的是救援队 其实赶到在一小时内救出伤者并清理道路 此外有余大雨 另外3辆汽车被困在清阳市中心的水中